埃及方面 埃及安全部队的消息人士说 被废除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丧失了意识 目前正在靠呼吸机生存 埃及国家媒体早些时候报道说 穆巴拉克的医生宣布这位前总统临床死亡 军方官员星期三早上承认穆巴拉克突发中风 但说他目前使用人工呼吸 现在就说他已经临床死亡 还为时过早 现年84岁的穆巴拉克统治了埃及30年 直到去年2月在席卷该地区的阿拉伯之春抗议浪条中 被一场革命推翻 他由于没有能够阻止对抗议者的杀戮 而在本月早些时候被判处 终身监禁 穆巴拉克在穆斯林兄弟会中的长期伊斯兰对手之前宣称 在埃及首次举行的自由的总统选举中 战胜了军方精英支持的候选人 穆巴拉克在穆斯林兄弟会中的长期的伊斯兰对手之前宣称 在埃及首次举行的自由总统选举中 战胜了军方精英支持的候选人 所以大家次加入了军方精英详 今天大家 technicians这次攻击